二十大政治报告里面 因为对台的那天 介大使刚好也在 我们很深入的带大家 一行一行关键字 逗点符号标点符号 都拿出来看 因为真的你要看得懂 大陆的政策 就得要这样子 那不管怎么样 这次外部势力的角色 非常的重 而且有些还把外部势力 放在台独的前面 就对中国大陆来讲 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 台湾是重中之重 那有一些就是这个红线 这个红线你踩上去 我就是武力两个字 武力两个字过去 在对台部分 从来没有像这样 放在这个什么 十九大这个报告里面的文字 以前没有这样子 那所以呢你觉得 在刚刚公布了这个报告之后 啪啪啪这一连串的讯息 那大陆会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认为 这就是一种挑衅 我是觉得过去 我们做很多事 都是做了不说 做了不说的问题 第一个你本来你军事 军事作为外交作为 你就要怎么样 要台面下 不要让人家掌握 这跟外交一样 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说 只能做不能说 保密是很重要的 那你现在把它 等于放在公告里面 公告 别人来看的话 你就是一种挑衅 那这种挑衅的话 就表示说 你自己小心 现在美国人在台湾了 你要打死美国人怎么办 这事情就复杂了 可是我觉得这种心态 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 任何事情风险意识非常重要 你绝对不要冒的风险 就不要去冒 这没有什么意义 你为什么今天要冒这个风险 在这个地方表示你特别勇敢吗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邱国正应该要 如果这个事他不知道 是他应该要 整个要锁一下风际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 他不晓得他的后果 你事实上你是冒了风险 在这个关头 你要传递了一个错误的讯息 表示说我就是挑战你 我就是不怕你 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他自己讲的 他不但告诉大家 现在有一部分将来还是拓展方向 退役的飞行员听起来就是平民 平民来没有问题 就这么简单吗 杰大使 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你就跟当时俄乌战争 他讲我要佣兵 我佣兵来的话 那就可以帮我打仗 其实这个佣兵是给外国军事顾问的 一个伪装而已 真正去当佣兵的人 他都把他当炮灰 没有用的 你这些来台湾需要训练吗 说穿了台湾的我们好的飞行员 在美国训练 我们这个我们在美国的 所以来的这些可能是什么 我是觉得这些可能就是非常令人可疑 因为美国做法就是说 他有比较精密的装备的话 他不会说移交给你的 他的装备他要自己人控制 我们事实上买美国的武器 有多少库存美国是完全清清楚楚的 那我认为他现在可能有比较高精密度的武器 正要往台湾移转 可是呢他基本上是希望 始终在操控他自己人手里面 那他就说我这是做退休的 我这个是不是现役的 我这是技术我这个顾问 那我觉得以美国最近对台海这个战事的评估来讲 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很多事他们要做 那包括日经亚洲这个部分 我倒是觉得 这个基本上就是让台湾如果发生战争以后 因为我们台湾发生战争的话 这个海岛很容易被封锁 封锁以后你就没有后勤补给了 你少你打一颗飞弹就少一颗飞弹 我们这个爱国者三啊 我算过大概680几枚 全部就680几枚 那是不够的 撑不了多久啊 撑不了 你好你比如说 以前那个说那个是谁啊 我在另外几个说三颗可以打中一颗 于北城 于北城说三颗可以打中一颗吗 那你看你只能打 你看你只能瞄准300多个目标 300多个目标太少了 这个真的是不够打的 那你问题就变成 那为什么要在台湾来 来帮你这个联合制造武器呢 那就是说你将来 你如果开战以后 你武器不够弹药不够的话 在台湾直接有生产能力 扣勤的能力在台湾建构起来 我想就是这样 因为美国可能就是说 你看不是他们有人估计 就是说今年就会打的吗 最快的 这位是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 最快今年 就是到目前为止 因为听到了很多 2022、2013、2025、2027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听到最夸张 今年还剩下没多久 我觉得这个人讲的 其实从作战观点来讲 他讲的是对的 是对的 为什么呢 你要赶快准备啊 你不能够料底要重宽啊 你不能说23年以后 那大家慢慢摸 他就告诉你就是今年 所有的行动就变成 你的不管你是这个好 顾问也好 你是什么 什么技术人员也好 你是退休人员也好 或者是你来共同生产 合作生产武器的事情 你就要加快 你如果太慢的话来不及 那这个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力评估 对台湾的军力评估 已经做得很彻底了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国防部长 应该不是求果正嘛 对不对 不是 他现在不是 我们连蔡依依可能现在也不是 蔡依依也不算是 真正实务上的三军统帅 完全不是 美国人现在就变成这样 英文有句话说 他过去是backseat driver 他是坐在后面 告诉你开车的 你知道 你前面的人是开车 可是他后面他在发号 左转右转 搞不好就跟那个 陈时中 嗯嗯嗯一样 跑去那边就说 停这边停那边 他司机就说 是他在驾驶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在怀疑 那个后座的驾驶 现在连那个前面的驾驶 说你下车我来开了 连前面驾驶 可能都不是 我来开了 这个是美国 以前好歹在车上 像我们恐怕连车上都没有了 这个这个问题就 问题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我们选这些人出来干嘛 天哪 他的关键的 尤其这种打仗的事情以后 他都不做足以后 那你怎么办 你比如说啦 我们吃这个美牛啊 也吃就算了 对啊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年轻人 本来服役四个月 最后要服役一年 你最后发觉 不是蔡依依的意思 是美国国防部的意思的话 你有什么 你做何感想 但我跟你讲 关于那个服役的东西 我觉得邱国正 他最近怎么搞的 服役延长将在年底前公布 他说什么 我也不选举啊 没有必要选这个选那个啊 所以没有顾虑 宣布时机 一直无选举考量啊 你信吗 他不选举 他的党要选举好不好 他的老板要选举好吗 所以所以今年的募兵的目标 一万八到现在多少呢 一半九千七只达到一半 那我问一下杨明 所以你怎么看待 现在这整个我们今天帮大家整理的 非常清楚嘛 前提背景还是大陆的二十大 此刻正在召开 那习近平的这个这个政治报告 全场很长 上次讲了三个小时 这次讲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台湾的部分 重中之重 武力两个字前所未见 白纸黑字写在里面 那个强度有多强啊 全世界都在看这个东西 然后但是两个弹书 台独跟外部势力 外部势力更是很重要 在台独的前面 但是就在这两天 告诉你外部势力来了 外部势力 深怕别人不知道 对不对 邱国正也深怕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他大可跟陈时中一样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是不是 他告诉你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已经有 不但有 而且未来还有拓展的方向 还有更多 然后国防部的公告 有没有 这个是怎样 故意在习近平的二十大之后 找时机公布是吗 早就开始了 之前我们不晓得 那习近平的这个报告 一公布之后 马上我们也公布了 那布林肯也是一样 跟这位海军作战部长 讲的就是同口径 在加快 大大加快并吞台湾的步伐 快到什么程度 他说最快是今年 今年剩下一个半月嘛 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然后我们的陈平通局长说 过去我方评估中共完成军事准备 二零二七对不对 本来大家讲二零二七 但是你看给我们的武器 二零二七不见得来得了 那后来提早二零二五 那现在二零二三呢 他认为二零二三可能战争就开始了 中共对台会以战逼合 以战逼合 然后国防部长说 必严长 我不选举呀 所以这是专业考量 网友气炸 网友说非弹飞过你头上都没事 当然没有迹象 对不对 在大气层底下不算 因为日本还没有通知 这样芒果干怎么卖 你怎么看待这个氛围 就是故意真的是跟中国大陆对着干 美国生怕两岸不打仗是不是 公布了这么多的讯息 这是逼着台湾上战场 其实蔡英文是最早公布 所谓的外部势力 来到我们国军这个部队里面的 这是蔡英文当初在视察 两年前 2020年的10月 大家看这个 在后面的这一位 是一位美军的这个顾问 等于是一个技术代表 这是在热衫的雷达站 后面有一位美军这一位 对 这个是最早我们官方的照片影片曝光 美国美军的代表在总统视察的时候出现 为什么要把这个讯息曝光 就是有它的意义吗 告诉大家我是美国照的 从2020年以后 我们等于是很主动的告诉全世界 美国跟我们站在同一阵 而他们人已经在我们的现场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谢谢观看